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42分 加权指数又跌78点 人说要跨三当啊 连跌三天了 这三天跌的幅度还不小 这三天台北股市都是全球最弱的股市 你看今天原本早盘守住了 完本早盘收到啊 就到最后大立光一破之后 兵败如山岛 大立光连续两天 昨天跟今天原本守住了5250元 后来等到尾盘5250元一破之后 哇 整个大立光一跌就是100块 整个市场卖压又出来了 所以我教你们的方法都很准 鸡手你看那没意义 你看大立光最准 大立光是多头领先指标 也是多头的信心指标 大立光强盘就很稳 大立光只要一撤退 整个盘兵败如山倒 整个行情卖压就会出来 所以我教你的方法是很好用的方法 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很准的方法 大立光我不是叫你买 你要随时盯着它 它会告诉你大盘的强弱 它会告诉你大盘的强弱 今天台北股市又跌78点 两半三天啊 你看这三天台北股市跌得还蛮快的 有没有 这三天爆得不得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股市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还是只有台北股市 特别难看 我们来看 昨天欧洲的部分 这已经消掉了 没关系 昨天德国凡克福指数是小涨了 因为昨天欧洲德国总理大选 那大选结果 梅克又继续连任 得四任吗 已经做了三任了 这次是第四任又选上 那梅克选上有什么好处呢 梅克选上代表整个政策是持续的 对于欧洲的整个政策都是稳定的 然后昨天欧洲股市是涨的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早盘一度跌了100点 可是尾盘还是又回去了 道琼收盘只跌了53点 53点只有0.2%而已 一咪咪一点点 相当于台北股市只跌了20点而已 大家就不会紧张嘛 对不对 那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只跌0.2而已 昨天比较令人关注的是在 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NASDAQ跌了0.8% 费城报道题跌了1.9% 咱科技股较六 昨天美国的科技股部分 我简单念给大家听 脸书跌4.5% 推特跌3.5% 苹果跌了0.88% NVIDIA跌了4.4% 美光跌3% 第一太阳人跌最多 跌了8.8% SkyWords跌了3.3% 那Tesla跌了1.7% 这是昨天美国股市跌比较多的 一些公司 几乎都是科技股 有好几档是属于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跌得比较多一点 可是整体来说还是稳的 因为道琼工业指数 还是只跌0.2而已 昨天油价大涨 昨天油价52.13 涨了1.4美元 大涨2.9% 创四个月来的新高 一般来说油价涨 对股市会有稳定的效果 因为油股是同步的 依照我长期的追踪 油股是同步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虽然跌 可是油价继续在涨的时候 会有助于股市的回头 这一点你不可以忽略 所以昨天美国的石油公司是比较强的 你看今天亚洲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塑胶股相对也比较强 塑胶股相对也比较强 所以加工也会比较强的 1314的中石化 今天还是最稳的 昨天外资又继续加码中石化 5,800几张 中石化目前是空单最多的 3万8千几口 3万8千多张的融券 我想不到你扣这个股票 会做什么 13块 才13块钱的 你控它干嘛 每股净值23块 每股净值23块 股价只有13块 加上它的主要产品 两样 CPL 就是纸内硫胺 跟AN丙烯情 这两行都是做 尼龙的材料 这两样产品最近都在涨 你扣这就没意义嘛 有很多在大跌的股票 你扣不太贪有钱 你扣这种十几块的股票 你会被打掉 尤其外资正在加码中石化 所以最近连刷半三天 放股的感觉上 哎不错 行情本来涨涨跌跌 你放空选对标的 也是可以赚钱 可是你空错东西 一样是要赔钱 赶快是要了解 所以 油价在涨 中石化 你要扣担 你要税 空单要小心 重点还是在个股 重点还是在个股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 我们来看今天亚洲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又跌78点 我们来看亚洲股市 今天亚洲股市 澳洲0.2% 南韩都落6点而已 对不对 日本67点才多少 0.3%而已 我们是跌到已经快0.8%去了 对不对 在香港 才跌0.1%而已 新加坡也是0.1% 大陆股市 连0.1都没有 0.07 台北股市是没有 以后又落最多的 所以这几天 台北股市真的落到 无名其妙 跌得莫名其妙 国民学校 你看稻穻 稻穻有这样跌吗 没有啊 稻穻不像我们这样跌 你看 台北股市这样跌 我先去给你们看 台北股市这样跌 稻穻干嘛 稻穻有吗 稻穻有这样跌吗 没有啊 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除了稻穻以外 欧洲 法国有跌吗 没有啊 德国干嘛 德国有跌吗 没有啊 亚洲股市的部分 跟我们比较临近的 南韩 有没有跌 有 可是 没差 我们拌得吃来嘛 对不对 没有像我们一样 你看台北股市 我们已经破下来 破到 八月的低点了 南韩没有啊 南韩虽然有跌 可是没有那么低啊 只跌了一点点而已 八月低点在这里没有嘛 像一半而已嘛 日经呢 日经有下来吗 也没有嘛 我们有什么拌得这样 就是信心不足 这是信心不足的关系嘛 我们来看香港 这个大陆被降 再性平等 大陆被降 再性平等 也没有来到 八月的底部啊 也没有啊 只有一半而已啊 大陆股市更是抗跌 对 大陆股市更是抗跌 哪有差不多 台北高市啊呢 这样 所以完全都是心理作祟 完全都是没信心的结果 这一点一定要克服 台北股市 自己的问题 不克服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全球都能够抗到 可是没关系啊 连续这几天跌下来之后 明天才是真正的关键 你看这几天 任何彦龙老心在在 我都不怕 为什么 你看这四个月来 最近这四个月 这两三对不对 三个半月里面 其实台北股市只是 四百点来回 这四百点来回 相信在走 跌固然大家会担心 可是只要一守住 一上来 又是一个攻击的法旗 你看这四个月都是 大相形而已 那今天已经来到怎么样 来到最后多空的关键 你看这条 这条蓝色线是什么线 这条蓝色线是半年线 半年线很重要 为什么说很重要 我把时间拉长一点给你看 你看对这 去年六月分 去年六月份 站上这条蓝色线之后 站上这条半年线之后 再也没有破过半年线了 有好几度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有连续五次回来 守半年线再攻 守半年线再攻五个倍 那既然一年半以来 都没有破过半年线 那么半年线就变成 多头最后的防线 目前半年线的位置 是在一万零两百三十 今天收盘收在一万零两百五十七 差没三十点 所以明天才是真正 多空最后的对决 如果半年线失守 哇 才会开始 所以明天大力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大力光也正好在半年线的地方 所以明天 半年线收到 收不去就看大力光了 大力光守得住 这个盘马上就会快速回升 所以半年线如果守住了 半年线如果守住了 这个盘来回也很快哦 明天特别注意 明天特别注意 可是不能可以乱买 不可以买不败 你看今天拨的股票 很多人说 哇 最近放空可能比较好赚钱 看你扛对还是扛不对 重点是你做对 选股做对还是做错 你看最近跌的股票 今天大跌我们来看 今天大跌的股票 今天有很多大跌的股票 你看这些股票都是怎么样 都起很多的股票 都起很多的股票 这都是大涨之后的股票 都是大跌以后的股票 每次都同样 都是大涨 涨了一大段的股票 所以明天也一直告诉你们 投机股 涨太高的 你们都不要去摸 你看这个也是 都起一阪去 都起一阪去的股票 你只要三个吃股票 都安全 我早就看到这一幕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讲 起太多的别的梦 老子的别做 与着买的买的买味 你如果听你的音乐话 做滚的拨其实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用怕 你看今天还是有涨的股票 今天大盘虽然跌了七十几点 今天还是有大涨的股票 所以你不是操作棋子的 你是以股票为主的投资人 算计这是你的重点 不必然会跟指数挂上钩 你听到吗 你也坚持我只买底部的基欧股 我坚持我只买底部的基欧股 你看最近大半两台三天 我的股票都滚滚滚一% 滚一% 没感觉啊 今天我的股票有涨3%的 有涨2%的 有涨1%的 也有跌的 可是跌的大概都1%而已 那你跌个1% 跌个1% 跌个1% 三天跌3% 大盘一吻 一天3%长出去 又全部回来了 你敢不怕就不会怕了 所以这三天也正好印证 林桃燕的选股方法是对的 钻找底部的基欧股 就够没去而已 可是只要一反攻 那个速度都很快 那速度都很快 这三天行情正好印证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你如果没听过的话 有的去跌那些很高的 那马上印证到 涨高的全部都挂掉 涨高全部都是跌幅最终的焦点 所以不要去跌高 哪怕是好公司 涨高都不是好现象 明天半年线如果锁住的话 哪些股票会优先先反攻 很重要哦 很重要 今天 平概股 有反弹很多人去抢 想到结果也会讨到 想到结果也会讨到 听清楚 在苹果股价没有止跌回稳之前 平概股都不要去蹦 你占不到便宜的 我跟大家讲过 我追踪苹果 平概股很深 每年九月以后 九月到十二月 平概股都只有跌一条路而已 你不要不信邪 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早就跟大家讲 平概股不要碰 不要碰 不要碰 印证到了 你看可乘 最均拌到哪 拌到哪 669 台郡拌到哪 4938合索拌到哪 是不是有印证到了 平概股在平股没止跌之前 你千万不要碰 你千万不要碰 这个地方你要买有人在互盘的 外资一直在卖平概股 你看昨天 卖鸿海23,900张 卖大黎光232张 卖核硕7,335张 卖可乘1,734张 最多我念不完 我念不完 念完也没意义 对不对 你要买有人在互盘的股票 616彩晶 昨天外资又买6,000张 礼拜五又买4,000多张 2天外资又买120亿 买彩晶买了1万1,000张 这就是人家够朋友的 你看最近所有消息利多 全部都在面板股身上 最近所有消息利多 转绊底的面板股群胸 全部都是实质的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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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盘如果要上来 给他净苦笑而已 这两天很可惜 就是面板股只是停在那边 外资没有去点火他 这两天大盘要回来 一定是面板股下去点火 因为所有利多 现在一直呈现出来 而且是实质的利多 今天彩晶已经率先很明显 开始有在动了 今天彩晶已经率先很明显 有在动了 最后就去那3% 可是光是彩晶不够 因为毕竟彩晶还是太小 太小了 尤达才是重点 群创这个是重点 所以明天才这两支钩票也是最重要的股票 所有利多一直在发布的时候 加上北比好像三倍而已 有达群创务必注意 即当底部的基优股 这个大家拍对 外资一直在买 美龄 你看美龄一直在加码 美龄一直在加码进棚 进棚是全球最大的车用印刷电路板 那股价对八十几块落到现在 剩五十几块 已经拌了一年了 所以大盘蝶 它能够撑得住 它能够受得了 加上美龄 两星期购六千几天 人家会购 他一直在买 所以常常这个钩票 拌 无所谓 是提供给你减贫富好的时机 等到大盘稳 只要美龄外资一直在加码进棚 等到大盘又会稳 它一定是率先先跑 有没有 一直在拌 都拌在这个地方 所以常常在拌 不怕它不跌 只怕它不下来而已 不怕它拌 怕它不拌而已 拌都是好机会 拌都是好机会 你要去锁定这样的标的 不是大盘一直在买到这样 行情本来涨涨跌跌 我们大概过去三十年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怎么样的涨我们都看过 怎么样的跌我们都看过 是不是 行情本来就是涨涨跌跌 在涨涨跌跌之间 找寻一个能够让你赚钱的机会 对 找那种底部的基优股 跌到底部 开始足底的 探一来 快落求 尤其有特别法人在布局的 代表人在慢慢求 你就跌一求 等到行情去发动 你又是买在底部了 这样走 你才会一档一档的赚大钱 对不对 这也是啊 有没有 大盘三天跌它也跌不下去啊 大概跌不下去啊 最均一百块 从一百块跌到剩下多少 剩七十几块而已 大家打得一年 贪得这么多钱的 一年赚了七 赚个六块七块 这是很明显的底部基优股 从这个股票你放什么走 放什么走 这两天 半年线一锁住之后 接下来就是这些股票工 你如果再去赚五块 不要紧 来找任何宴 任何宴坚持 我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就够不去啦 你又没什么风险 可是这一涨起来 就是五十%五十%的赚 彩晶高11% 神盾75% 藏尾75% 你们都看在眼里了 神盾的买点也来咯 神盾的买点也来咯 注意咯 神盾的买点 三八上面叫你们好买 现在都要年线半年线跌的地方 神盾的买点也快来咯 想投资神盾的 大家不要买买走 来找我 林和彦带着你做 林和彦带着你做 我们现在活动 既要一个月的汇用 一个月的费用 我们一起合作 赚到年底 既要你一个月的汇用 我们一起合作 赚到年底 我们的付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节目资料仲参考 明感觉